一百多年前 日本有一间古寺 里面有一位比丘尼 她一直期待 佛法可以友人传序 村庄里有一个家庭 有一位小女孩 从小经常来这间寺院 陪伴老比丘尼 她发心 父母也答应她 就让她出家修行 几年后 老师傅把她叫来 对她说 我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你要赶紧用心 日日点亮一盏灯 老师傅往生后 这位比丘尼 依照师傅的嘱咐 每天都点一盏灯 一转眼五十年 这些灯 从佛前点到了 寺院外的阶梯两旁 比丘尼的身体 也随着时间慢慢衰迈 有一天 她把几位弟子叫过来说 你们知道 我每天都点一盏灯 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是不是很虔诚供佛 弟子们问 这是我的师傅 叫我要点心灯 叫我要日日点起心灯来 但我只是去点 有形的外面的灯 我的内心 有时候会发喜充满 有时也会起烦恼 就像灯火 有熄灭的时候 我没有真正点起我的心灯 真正内在的心灯 是永不熄灭的 你们去替我算算 现在总共有几盏灯 弟子赶紧从佛前 一直算到这间寺院内外 总共是一万八千零八十盏灯 他很感慨 五十多年的时间 点了这些有形的灯 我内心的这一盏灯 还没有亮起 他非常感慨 就这么往生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悲至印记》 在刚刚的故事中 比丘尼在临终之时 感慨自己没有点起 真正内在的心灯 这一盏心灯代表着什么呢 点亮我们的心 对于我们在修行路上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与我们一起进入 《法华经》的这位来宾 您时常在大爱剧场中 看见他的身影 因他的演出而感动 文法前 他是一个不断 自我挑战的表演工作者 文法之后 他对于演戏表演 有了全新的体会 我们的来宾 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林嘉丽 嘉丽师姐您好 嘉丽师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嘉丽 刚刚的这个故事 他们感慨自己没有点亮新灯 您看了之后 您有什么的想法 我觉得也许就是 一个因缘味道 我觉得同样都是很用心 可能比丘尼 她也很用心地接受了师傅的叮咛 就是要点亮灯 对 可是她就是点了这些外在的灯 她觉得这样子 我每天都照师傅的话 去做一盏一盏的点亮 她也觉得她在照亮 可能路过了人或是什么的 可是也许到了要离开的时候 才惊醒到是心 就跟我以前一样 演了那么多大剧场的戏 我都觉得说 这一出好感动 我就是这些方法可以学下来 你演了多少出戏 连同客串 应该有将近五十 接触的时候都觉得满心欢喜 就觉得上人说的法是对的 这句进出语 对我这个此刻真有效 可是一回头 进阶一来就忘记了 那你就觉得说 这个人生就这样子漂流了 过了十几年 直到真的开始培训 开始文法 开始听上人说佛法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我过去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后来我才知道 我在之前一直在找表演的方法 可是没有找到 照顾自己的心的方法 你后来有没有发现 当你找到你照顾心的方法 其实也疼痛找到了最好的 表演的方法 对 因为我们的人生如戏 对不对 我们的人生就像是一出戏 我们就在这个角色 那我们的表演就是 我们如何应对这个人生 所以你就可以照应到自己的角色 对 也可以照应到自己想说的 曾经经历过的志工的生活 因为像上人说 做中学 学中做 学中觉 学中物 这个物就是你不到那个点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就是这样做就好了 我做了很欢喜就好了 可是后来不是 你越做会越把自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可是演员是要我们越来越大 但是志工需要我们光圈缩小的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彼此呼应的学习 但是当我们做志工 虽然是光圈缩小 可是内心的那一盏光 就越来越强 对 因为你会希望说 我今天感受到 我想要去告诉更多的人 那也许我可以跟用志工的生活去感染 比如说我一联会的同伴 或是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 在我的脸书上面 但是我也可以透过我自己感受到了 在镜头前 可以透过角色给观众 去传达这个光 让光更大 对 所以我觉得很棒 然后也先给我们分享 你对于这个自己心配点亮 藉由因缘这样的一个过程 感恩 感恩嘉莉 发心容易 恒心难持 凡夫就是反反复复 起伏不定 要如何让众生的心灯维持不灭呢 接着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赐富有佛 一明日月灯明 赐富有佛 一明日月灯明 如是二万佛皆同一字 好日月灯明 又同一姓 姓婆罗舵 弥勒当之 出佛 后佛皆同一字 明日月灯明 十号俱足 所可说法 初中后善 经文中提到 在过去曾经有两万尊 日月灯明佛 继续来为众生宣讲法华经 所以我想要请问家里的世界 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 众生刚强难度 的确是 又想到自己 但是你知不知道吗 众生刚强 唯我多强 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个我要怎么把它 可是我觉得佛陀就是很慈悲 很有智慧 那就是一再地不放弃我们 一再地来到这个世界 那我突然会想到说 上人不是说佛心 己心 那有时候你会想到说 也许我们的心也可以反映在 我们周边的人上面 有时候也许菩萨就在身边 只是我们常常忽略掉 之前听上人一直说来不及的时候 我都觉得没有太大的感受 可是最近几次去回想那个来不及 就觉得真的好急 尤其是面对现在的带着我们一连会的职工 会有太多这样子的积极的态度 是我们可以再多一点吗 可以再往前迈进一点吗 因为真的来不及 然后就很多事情要push自己 这就是一个因缘 想要给别人再多一点 因缘来了 我们可不可以再把握多一点 那也让别人感受多一点 所以我想在经问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佛陀的一种慈悲 还有这种一直不放弃 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 我们正在接引的菩萨 甚至也不放弃 对于自己不断地要求 自己的栽进境 我觉得真的应该这么去思考 感恩嘉莉师姐的分享 感恩 诸佛慈悲不可思议 即便历经无法计量的时间 依旧不放弃度化众生 仿观今天已经闻法的我们 能不能够让自己成为有法度的人呢 接着让我们以一颗恭敬的心 来聆听上人的这段开始 每天 每天 我们就是在这里说佛心 到底中心 可以了解佛的心吗 我们是没有了解佛心 就没有了解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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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要轮回力量 所以我们就要轮回力量 没有效性 所以佛党的主力 不断向所有的众生 不同的经纪 用国众的方法 要来到众生纪 可以是众生的 会境界 可以让我开 过去 日月定灵魂 它出现人工 同样的对东西的众生 还是有初生 中生 何生 有种种的方法 就是要输令众生 美中生君之灵族 以中生君之灵性修 以性修正 希望人人能够解团 所说的解团 那就是 开启心闻 没有助手记忆的烦恼 这个叫做开启心闻 过去的 这些顶面会是这样 哦 还有啊 不是只有一尊而已 听 还有第二尊 第三尊 而不止 还有两万分 都是 更命 更死 日元 表示 地灰祝病 上面是表示 公明 印度中生 会奉行 日灾 灾日山 那就是 客日不下 因为 因人中生 若果在生 地灰不开 心底分啊 所以不断 用丁来支罗 哇 这么多 这么多佛 跟着一个名 这么多 这么多佛 是跟着一个顶 那这是一种的 譬如 中生能够了解 佛陀的心 我们才能够 有法度的 体会 佛的体验 我们能够感冒 佛的体验 我们身体的力行 没有 感冒 要 都 对 到 他 对 来 来 是 ball 都 他 诸佛不断来人间 都是为了教同样的法 就是希望能够启发 人人本具的佛性 那我想接着要请教嘉莉 刚刚听到上人这段开示 那你相信佛性吗 自己本来就具足的 我相信 现在相信 而且是以前还有一点 以前应该是懵懂的吧 就是我会觉得 我很相信直觉 直觉 以前的我很相信直觉 那当我遇到很多困境 或困难的时候 突然会有一个直觉灯出来说 那我是不是要往那个方向走 那那个方向往往是好的 带你往好的方向走的那一面 但是你自己不晓得 也许那就是一个 自己亲近的另外一个本性 在提醒自己 对 就像前一阵子听 就是寻法乡的时候 上人讲到灭度 以前我根本 看到灭度这两个字 好害怕 不 我觉得灭盘这种 就感觉是成仙成佛 是一种 对我来讲很遥远 可是经过上人 这么简单地说 解说 然后原来 我们要灭的是自己的 内心的烦恼 是 然后度呢 其实度有另外的意思 度当然就是 除了度自己的心 我们还是要 就是度我们身边的 可以 希望可以度到更多的人 那当然是自己体会到的 也许也是就是 在别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只是一个叮咛 或是一个小小的体会 跟他分享 他突然 开了 有一些 开了 或者是说 甚至因为我们的陪伴 或我们给予的一些支持 有种放松 舒服 甚至可能 有种启发 我觉得那可能会 那是最棒 最棒的 所以佳莉亚假如说 我们这样的心念 但是外面的境界 它常常就是会有 很多的变化 包括您所身处的 这种工作 我都觉得 在演艺圈 也是一个蛮危险的工作 因为它的诱惑 跟陷阱最多 更恐怖 而且是心的向下沉沦 所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 我觉得现在渐渐的 自己会有一个眼睛 就是跳出来 就跟学表演一样 我们在演出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个眼睛 跳出来在关照 就是这个时候 情绪跟对手互相丢结球 但是如果它的反应 咱们我们要瞬间的 改变一个方式去 对应现在的此刻的情绪 那是一个眼睛 在提醒自己 演员的自觉 是 现在我会把这个自觉 放到自己 在关照自己的心上面 比如人家对我们 生日不好 或是状态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自己 那个正义感会跳出来 就说 你不应该这 你不应该这 你就觉得说 我们是是非分明 那是用是非分明 来看这一切 我们是正义的使者 可是那个时候 你就可能自己犯了戒 你也不晓得 对 对 可是现在回头看 这是考验 所以我想我们的心念 因为改变 改变的时候 真的我们会发现 要守护好我们的心 真的会有很多 很好的因缘来成就我们 感恩嘉丽的分享 感恩 尊义阿含经说到 诸佛皆出人间 终不在天上成 但现今身为人的我们 却难以想象佛的境界 究竟什么是佛呢 佛 意志 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在中文里 这个字的部首是人 而非代表神的事 似乎印证了阿含经说的 诸佛皆出人间 终不在天上成佛 两千六百年前 宣讲法华经的 释迦摩尼佛 原本是出生于 尊贵王族的 希达多太子 他为了追求 世间的真理 以及众生受苦的原因 毅然放弃了 富贵与权利 走上修行的道路 希达多太子 正悟成道后 为了让众生脱离苦恼 体会他所透彻的道理 沿着恒河两岸 关机斗教 说法四十九年 直到圆尽涅槃 佛陀佛用他的一声 向众生阐明 佛并非遥不可及的神仙 而是透彻真理 形入娑婆 拔苦与乐的绝者 佛陀透过向众生视线 发心求道 觉悟真理 入世度众 远近涅槃的生命历程 阐明佛的真意 所以我想接着要请教 加利师姐 真的对于佛 您的体会 还有当我们真的 把新灯点亮之后 如何真的能够让他传遍 或者是照耀每一个角落 以前我对佛 我就觉得就是佛像 佛的画宝 看到佛像在 这是佛 就是一个形体 可是真的听上人讲佛法 你才知道说 是佛像背后那个理 那个法是我们要去追寻 去依规的 那渐渐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不只是一个图像 我们可以追寻的 东西好多 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但是你也因为确立了方向 无论你不小心 走到什么岔路 你就会很快速地 在把自己拉回来 这个正道上面 所以真的 当你刚才讲岔路的时候 我说真的还好 我们都更佛有缘 对不对 所以还是怎么样 还是会会入 这一个大的慈悲 智慧的大海里头 所以受证前 你可能只是想 努力做一个好演员 你只是想说 我要靠我的角色 可以给观众更多的 看到不一样的 林嘉丽的展现 可是文法受证以后 你才知道好自私 因为那个求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感 那直到我皈依那一刻 念到当皈依佛 当愿众生的时候 我那个眼泪是这样 啪 飘出来 我才懂了 这是我应该走的方向 我应该做一个这样的演员 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让电视机的观众 也借由我们要说的话 得到更多 不管是抚慰还是启发 所以前阵子我演那个长行剧展 极姐当家 就特别有感触 因为我觉得 好棒 就有好多我想说的话 很多自己在妈妈病中经历过的 你会很想要在这里 借由护理师的角色 把它传达出去给观众 因为人生如戏 看似是在演别人一个人生 其实在这个历程之中 我们也有要应对到 我们自己的人生 对 对不对 而且我在扮演那样的角色的时候 我也不断被启发 我不断被启发的同时 我也想要借由这个 不断被启发 再启发更多的人 所以那是一个很善的循环 善的加成的效果 那当您发现到说 自己的心因为亲近了佛法 而开始慢慢地除去了很多的无明 然后看到了光明 也等于说 我们知道怎么样不断地 试着把自己的心灯点亮 心灯点亮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样 让周围的灯眼能够接续亮起 我想我愿意用我的工作 继续往前迈进 我觉得说故事 用角色 用演员的专业 但是把自己的置业放在心里面 然后持续去做一个对的故事 善的故事 一定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感恩佳麗师姐的分享 感恩佳麗师姐 佛佛同道 既为净化人心 解脱众生苦 启发佛性如同一个起点 但要横迟才有用 一旦启发了本具的佛性 就要好好守护它 不要让我们内在的这盏心灯 忽灭忽明 今天非常感恩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感恩 曾经我有一个法亲 那他遇到了境界 然后跟我分享他的境界 可是在学佛以前 我会觉得说 怎么别人可以这样 讲这样的话 怎么可以这样说 这么伤人的话之类的 那在学佛之后 我懂得仔细倾听 在听他讲的过程当中 懂得去思考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可以引领他 跳脱那一层无名 甚至可以把别人给他的境界 转为智慧 然后来滋养他的慧命 那也因为这一次的事件 然后我们的师姐 听了我的分享之后 感觉到他心开意解 我想这个就是我 听文法前跟文法之后的 让我的成长 我是张玉萍 感恩大家 欢迎大家一起来寻法乡 中文法之后